大选倒数43天最新消息我们赶紧来看到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总统辩论会前夕 临时召开了记者会发表两岸政策谈话 目前最新的情况连线给记者陈秀瑜带我们关心 秀瑜 好主播各位观众在总统辩论的前一晚 蔡英文是主动先发制人在刚刚她是临时举办记者会 决定要再度发表她的两岸论述 那么谈到这个两岸论述她这一次话讲得更的具体了 她说在她当选之后呢 她将会建立两岸对话小组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 和对岸展开沟通 什么话题什么样的议题都可以来谈 那么今天蔡英文怎么说 对啊好好坐下来谈 明年1月14日赢得胜选之后 我们将成立两岸对话工作小组 通过不同的管道进行多方面的对话沟通 增进彼此的理解与互信 并且为执政之后的两岸的正式协商孤入 只要双方都愿意秉持务实的态度 不需要预设前提或排除任何的选项 两岸之间什么都可以谈 5月20日就职之后 国会以总统的身份邀请国会议长 立法院的朝野各党团 就两岸交流的各项议题进行行政立法 及朝野政党的协商 逐步建立包容多数意见的台湾共识 对过去三年两岸签署的各项协议 新政府不会贸然中止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蔡英文刚刚发表的两岸谈话 那么在这个总统辩论的前一天呢 主动初级呢 这个先抛出来这个公事的这个意味相当的浓厚 那么其实刚刚在蔡英文来到这个 他的这个办公室的地方来发表这个谈话之前呢 其实发生一点小差距 那么就是他原本呢 在8点15分的时候呢 也要来这里召开记者会 不过呢在刚刚幕僚呢 8点左右的时候通知媒体记者都已经到场了 还说要临时改立点到媒体党中央去 那么一度爆发这个现场媒体的紧张气氛相当的不满 那不过呢 后来蔡英文在出现之后呢 来跟这个媒体道歉表示是误会 在沟通上面可能出了一点小问题 那么这个也是这个现场刚刚的一个插曲 那么以上是现场最新的连线情况 先将时间交换宏内 好谢谢秀瑜 到我们看到连线 那么这是继宋楚瑜